一般人都是這樣說的 皮膚很漂亮,那個月餅就是漂亮 他們希望彈簧就好像是代表月亮 他們希望拿一個意頭是一個團圓的象徵 月餅的歷史其實是當時元朝統治了中國 中國人想在同一時間的起義 他們就想到用月餅這個方式傳遞消息 希望所有起義的人都要在不同的地方 同一時間都去做起義 吃月餅的時候,月餅未必是很好吃的 但是幫你吃這個月餅的時候 其實就是幫你勾起很多回憶 那些回憶就是你童年的時候 和家人一起慶祝中秋節 那種開心的感覺就會帶回來 肚生肚生的小孩究竟他接受了多少 那就要看他們自己 尤其是我們在西方社會這裡 當然希望一直可以保留 這個那麼傳統的文化 仍然都見到一些老華僑 吃到我們這些月餅的時候 其實都給我們很大的恩惠 以及都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思鄉的情意 以及我們好像一個無形的邦 那就是家人 中秋節那天就坐在一起吃一晚飯 吃一晚飯 充滿靚茶配個靚的月餅 那當然是人生一大樂事 丁之餅 給我吃一晚 nogu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